各位先進 請一下總裁 我們先請彭總裁 兩位好 總裁你好 這個現在全球都關心美國的FED要升息的 這種訊息啦 總裁的判斷要不要給我們透露一點訊息 那個口風說 美國大概最有可能什麼時候升息啊 美國大概是 也連在2月24號在國會報告 然後3月6號發表2月份的就位統計 因為美國估計了 他的自然失業率大概是5.2到5.5 所以2月份的失業率已經降到5.5 同時很多FED預測呢 在年中呢可能會降到5.2 就是自然失業率的下限 所以most likely 他在3月17、18的時候 他會把上一次FOMC的紀錄裡面有一計畫 對於利利要秉持耐心 patient 這個patient可能會拿掉 patient拿掉的時候 他說以後要data depend meeting by meeting去檢討 那麼他一大堆废的 有7個理事 那麼發出來的訊息不一樣 假設說我用Standy Fisher 他的white chairman講的話 很可能是在6月或9月 有可能會調升 但是他是說 中指調升的時候 他步調會很緩慢 還是會低於長期均衡的 配特範圍的利利水準 所以就是最快6月 最快6月 最可能9月 最慢12月 他說most likely 可能是6月跟9月 就大概這個意思嘛 最快6月 最可能9月 最慢12月 就是Standy Fisher講的話 對嘛 那你的解讀是這樣子 那我也沒辦法替他做決定啊 對我知道 那所以 那我們咧 我們有沒有反應 台灣這個是 我26號開理事會呢 會對我們的通膨疫情 產出缺口 以及國內外經濟軍中形勢 做一些充分的分析 然後全體理事有再來決定 我們的政策利率走向 我們能不能夠說 我們也有生息的可能性 我現在不能這樣說 但是非常可能 這個要等到 三月26號 會議結束之後 我會馬上 或者能不能說 我們生息不管怎麼樣 一定不會在美國之前 對吧 我必須要 Data Depend 我們 我們的貨幣政策 不一定跟美國走啊 但是是highlight related啊 是高度相關嘛 不是嗎 但是 高度相關嘛 台灣跟美國是高度相關嘛 但是不必然 對啦我知道啦 但是是高度參考吧 我們3月26號開理事會 下一次了 下一次什麼時候開 對3月26號 看起來你3月不會調啦 聽你這樣講 我必須要由理事來全體理事 是嗎 那你現在你Data 總是有些Data嘛 現在這個Data 台灣的經濟 你要不要講一下 溫和穩定成長 一切安心 是不是 我們的物價穩定 經濟溫和成長 是啊 所以 所以可以講是說 我們 來一個 現在在推動的 企業加薪司法 應該的吧 剛才我答覆 林德福委員的時候 我看委員在做嘛 我已經講了一些理由 我們中央是 樂觀其成 是 好 就是全民加薪應該的啦 對不對 不是就是說 現在立法院在討論的這個加薪司法 我去看了一下子 我們是樂觀其成 我看那個電電工會理事長說 他們ICT裡面 本來就有這種規定了 對啦 但是有些沒有規定嘛 他們有規定 有些企業沒有規定嘛 企業規定 目前的擺漏 法律只有規定 是 追定說那個 銀魚怎麼分配給股東嘛 沒有規定說怎麼樣 要幫忙照顧勞工嘛 沒有這個東西嘛 要法律把它加起來 而且沒有給它定上線的話 這其實是 是一個非常soft的啦 第二個這個 請問你啊 這個外界當然 這個大家也關心這個 房地合一 你也是長期的 長期關心啦 就是 房地合一稅 以你的觀點 是不是一定要盡力 我覺得 全世界房地分開合作稅 大概只有台灣吧 好 那麼房地合一稅 我想這是一個稅制的一個 外界現在財政部提出的版本 178 很多的單位 說 178太低 你來看我怎麼樣 他有四個問題啦 稅利啦 入出條款啦 對 還有門檻 這些東西 我不便表示意見 但是我認為 房地合一顆稅 是使我們的稅制健全 是有所貢獻的 現在這樣子齁 現在是說有個命題 就是說 張部長的講法是說 我為了建立制度 比什麼都重要 比稅州重要 比所謂的什麼 居住正義啦 公民正義都重要 建立制度比什麼重要 十年後二十年後 看現在很了不起 請問 你的看法怎麼樣 說為了建立制度 所以這些 暫時不必管他 把他 把他定出來 只要大家能夠接受 建立制度 這是 財政部下中心思想齁 我想齁 張部長是蠻聰明的啦 因為 他提示一個best time出來 那best time出來 各位立委先進 假設各位有 其他的法規意見 你們可以去調整 他覺得best time 弄得很高的時候 他根本過不了 所以我覺得他是有策略的 他提一個比較低的best time 拿出來大家討論 OK 如果大家不同意的話 免得就 大家加一點 加一點 他弄一個很高的門檻 也根本過不了門嘛 所以我 我蠻敬佩張部長的 是啊 你這敬佩啊 是一個角度啦 但是呢 也限我們與不異喔 因為他現在best line很低喔 我們給他支持他的話 馬上就有團體說 喔這個彩團板 他的戲啊 所以我們現在繞著 你知道意思嗎 我們當他加碼啊 說太低啦 要加 要加加加到哪裡 加到不知道會過 就不知道啊 想問你在這裡啊 你知道現在的地理馬吧 現在立法 立法院的地理馬在這裡啊 他的best line太低 外界批評聲很大 使得支持他的立委的聲音出來喔 你沒有解決這一點喔 你同意吧 總裁 我想 我建議委員跟張副長 傳達這個訊息 他聽到了啊 你有機會跟他講一下 你知道的意思嗎 因為他現在best line就是太低 冰冰冰砰砰砰 旁邊一堆什麼 團體這個團體 那個團體 這個教授那個教授 拼拼 亂打一通啊 他要去說服那些喔 他的就是他的best line太低 這個 你剛剛有提到一個東西啊 只有大國可以做QE齁 這個大陸聽說也要搞QE是不是 有本錢嗎 跟委員報告齁 採用QE的國家齁 通常是利率接近零 大陸的利率還很高啊 他可以 傳統的貨幣公計還可以使用 第二個 採用QE的國家都是credit crunch 他的情況是不一樣的 可是他準備做了不是嗎 他有降低利率 他可以用採取降低利率的方式來做 所以你現在等於公開說 大陸的QE是錯的 大陸就是說 採用QE的國家是利率接近零 他沒辦法 他沒有這個條件 對啊 那大陸現在利率還很高 他有傳統的貨幣公計 還比台灣高啊 對 他傳統的貨幣政策還可以 有一段時間可以做 所以咧 他 他現在要做QE啊 你跟他 你跟他等於 類似你跟他剖份啦 這個東西 不是我是說 我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大陸的傳統貨幣政策的工 那個空間呢 還有很大的空間 大陸的經濟現在怎麼樣 大陸的經濟就是slow down slow down 我對他房子健全 這個最近因為美國 大家都一直認定他會生息 而且美國經濟確實不錯 對不對 是 美國房地產來過外面 你剛剛講那個 失業率也在下降當中 等等的喔 那有人就認為說 這個時候貨幣 貨幣戰爭的時候啊 這個黃金可以抗扁啊 等等的 這個這個 我們央行這部分呢 投資有沒有 最近有沒有 買一點黃金 或者買一點什麼其他的 沒有 沒有 因為黃金的價格波動很大 黃金的報酬率很低於債券的報酬率 好最近有人在這個 跟我提一個問題 我覺得這是很 stupid的問題 但是還是要擬清一下 就是我們現在央行 中央銀行 在所有的資產的配置 那個名義都是中央銀行吧 是 沒有其他的 在其他什麼人頭底下沒有這個東西 沒有 也沒有在什麼投資公司底下 或者信託公司底下 完全沒有 就是中華民國中央銀行 對 謝謝 謝謝